与对你来说是真实的东西,产生共鸣,剩下的就别管了。 亲爱的人们,每一天,你都从天使那里获得智慧和指引。 有时候,这种指引来自于你周围的人,朋友、家人、老师、陌生人,或者你会在显而易见的地方看到迹象。 有时候,这种智慧以一种内在冲动的方式到来。 每当你接受指引的时候,如果你向那条鞋,当这个指引来自一个对你来说是真理之境的时候,你将感到一种共鸣。 你可以称之为神的检查。 不妨创建你自己的小标志,这样当某件事物对你来说是正确的时候,你就可以识别出来。 然后你就有了一种方法,可以随时真正地了解,就你的最高利益而言你应该何去何从。 在你的思维活动开始之前,做神的检查是很重要的,因为大脑有时会制造混乱。 而与无限的智慧同频的,是你的心。 这是你接受你的真理的地方。 很多时候,符合你最高利益的做法,未必是最理性的行为。 你必须愿意去做那些能在你内心深处引起顾鸣的事情,将其作为最适合你采取的行动。 你内心的神知道答案。 实修方法 一个可能对你有用的小仪式是,停下来,深呼吸。 然后对自己说,我内心的神知道在这种情况下的真相。 做几次深呼吸。 然后继续你的生活进程。 你将在你的内心感受到一种共鸣。 那就是你的真知。 你越是根据这种共鸣采取行动,它就会变得越强烈。 请越来越多的乐意,去做你内心认为适合你的事情,而不是跟随你的理性想法或周围人的建议。 当你与一切生命的本源有无限的连接时,没有人比你更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符合你最高利益的。 请求这种连接是牢固且清晰的。 提前为神的明确指示而表示感谢,这是很有帮助的。 这在你的内部和周围,创造了一个允许天使给你带来帮助的能量频率。 感恩的态度,对获得你生命中最想要的东西带有帮助。 要明确你想要的品质,比如快乐、智慧、爱、繁荣与和平。 所有这些品质,都代表了一直可以为你所用的宇宙的能量。 你必须直接索要,才能得到。 你还需要保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想要的东西上,而不是关注你生活中不想要的东西。 因此,为了让你的生活更有秩序,我们建议的步骤如下。 停下来 呼吸 请求 感谢 愿意接受 允许事物的发生,超越你先前认定的可能性水平。 最后, 允许神圣灵在在你的生活中发挥作用。 当你发自这个高水平的意愿,你将开始在你的内心感受到你的最高真理的顾名。 神圣灵 神圣全力行为,就是从这个境界产生的。 请记住本周来自高尾的指引是, 与对你来说是真实的东西产生共鸣,剩下的就别管了。